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好外好外 國光幫接獲藝人獻報 檢舉自己的父母為了享紅 已經嚴重影響到自己的演藝生涯 今天被告原告同台保證精彩啦 今天由亞歐蜜娜 我的爸媽超翔弘 家手都被外養的苦主藝人 還有還有林老陸花蟲 各大節目通告 快來找我的超翔弘心霸行嗎 兩代之間同台較勁 為了翔弘真的什麼事都幹得出來嗎 歡迎收看 吳光 幫幫忙 我是孫彭 小康 我屈中恆 大家歡迎 大家好 今天主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湘怡 今天好像做了一集叫什麼 我的老婆變明星 幹什麼 神經病 家裡面添麻布 麻布嘛 有一點點 但是我們還這個可以 但是還是要以家庭氣氛為重 當然 如果他對你有什麼忤逆或怎麼樣 我們把他帶過來弄他一起 我以為你叫我吞下去 吞下去 那我們今天相對的這個 也要給各位觀眾朋友 帶來另外一個最新的這個內容 就是我的老爸老媽變明星 這個真的是 這個很難想像 我如果想到我爸爸變明星 我會覺得很奇怪 是喔 你爸爸變明星你會不會奇怪 變明星啊 就像最近的茂伯啊 對不對 會有點怪怪的 你知道嗎 會怪怪的 跟爸爸一起錄節目或什麼 怎麼... 對啊 那小康更怪了 我爸在錄影 我就跪在旁邊 那我們今天要好好的歡迎這 三位男女主角 不知道你們印象深不深刻 他曾經上過我們節目喔 深刻... 首先歡迎第一位 妹媽媽 媽媽... 媽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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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二位 牛爸 第三位 讚點 第三位 我們台灣的布蘭妮 歡迎 歡迎 這個...我們有苦主這一邊喔 對 明明是明星 對... 看到現在爸媽變明星 他們就訓掉了 是...不要加緊... 好 首先歡迎Makio 來囉 陳志強 小座不才... 王思佳 王思佳 這個...各位年輕的朋友們 對於自己的爸爸媽媽 變成這樣子有名 這樣子出風頭 你們有什麼感想 我也是... 好煩喔 媽媽不是這麼活潑可愛 很好玩嗎 是沒有錯啊 可是媽媽其實就是 然後她就是完全不太知道 那個氣氛或什麼 然後她在亂講話 所以每次都很緊張 不好意思 現在劉璇亂講話 所以幾乎每次路來引 都要道歉就對了 不好意思 剛剛我媽媽那個喔 對... 對不對都會這樣喔 對... 這個還好 像有些人爸爸一直在拔馬子 你知道 真的 我剛剛在後台 他直接抱了布蘭妮媽媽 對不對 好久不見了喔 對 然後這樣子抱下去之後 我說 我剛剛那個男... 然後劉爸還講什麼 看布蘭妮這樣 對 你幹什麼啊 沒有 康哥 你要知道我們做兒女的 在旁邊看得多尷尬 你知道我直接... 我直接把頭轉看 然後心裡面 永遠想說 所以陳志祥也有道歉嗎 不是 我每次 其實我跟我爸上完節目 我都會唸他啦 唸他什麼 唸他什麼 就是他不聽啊 沒有 等一下... 等一下唸他什麼 把這個是我要把的啊 沒有 他喜歡的痛 跟我不一樣 他喜歡都是年紀大的啦 不...我是說就是 是比較成熟的 成熟的 對 有很多年齡 成熟的 成熟的年齡 成熟的年齡 那你都唸爸爸什麼呢 他有時候上節目喔 他...比如說他講一個故事 他會講很久 他一直切不到那個重點 然後通常節目播出之後 你就看到他講的話 大概就只有 一兩句播出來而已 所以你就不用唸他 你必須錄完影 跟我們三個道歉 因為我們要站著聽講 好不好 你不然再唸爸爸 說兒女沒有資格唸爸嗎 你要忍受 但是要跟我們道歉 對...好不好 對... 那王思佳 你的布蘭麟這樣子 我的天啊 對啊 我覺得他很煩耶 你知道 你知道剛剛我在化妝間 然後我在那邊弄頭髮 我一聽到Makio跟我講說 思佳 我真的覺得你要小心你媽媽耶 然後我就真的覺得 而且你知道我一開始 還沒有覺得有那麼大的壓力 可是我現在就是 他自己整個大頭症非常的嚴重 真的嗎 真的 你知道 他就會這樣 譬如說在家這樣 然後這樣看看 我這樣看看 我覺得 這樣不是事實嗎 這是什麼情形啊 好 我們來印證你講的話 我們來看看布蘭妮年輕的時候 你看看... 這個當年我們遇到你 會放過你 還好沒被你遇到 我現在都不放過 他自己想 你看 如果有機會摟一下就摟一下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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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以後就有道歉 等一下 這句話有重點 好 當然了 有唯美的了 我的天啊 這有回夢的感覺 對啊 不然妳還走過秀啊 對... 他年輕的時候是model 比較不紅的model 不是 但為什麼妳個那麼高對不對 他哪有高 他跟我差不多 我只是鞋子包而已 現在如此 我就把大家都看一下 我跟你講 這麼愛把馬 也不是沒有原因的好不好 來 我爸年輕的時候真的是帥 帽子可以戴這麼堅挺 我跟你講 就表示一個男子的氣概出來了 帥小夥耶 對不對 好 接下來就進入海軍了 海軍這國際軍走 帥氣 海軍退伍之後 退伍之後就變成嬉皮 那有這張玩家 怎麼變土匪了呢 呼著流著的這樣 那接下來我跟你講貴婦來 什麼叫貴婦 媽媽媽就是貴婦 貴婦 你這樣講都不好意思 這有什麼不好意思 講什麼好不好意思 都進來上節目了 這個貴婦很有名 擔當不起的 你看這張照片 多感覺這個貴婦淒涼 寒冷的冬天 站在河旁邊 旁邊還是枯枝這樣 他帶著他 褲絲 對 褲絲這樣 好 接下來 這個是在日本街頭了 對 你看看 貴族... 名車旁邊 你看對不對 因為貴族都喜歡拍比較 那是一個日本的一個明星的 這是名車 什麼林車 名車啦 我是名車 為什麼會喜歡林車 對 讓大家看一下真正的真面目 漂亮喔 是不是 各位苦主們 爸媽走紅以後 你們會有什麼樣的壓力 金錢上的壓力 為什麼 因為媽媽每次呢 要上節目的時候 他就要挑那個 所以他上了一次節目之後 他每一天 沒有一天是沒有買過的 都不重複 絕對不重複 對 他是非常專業的藝人 所以他就每次都不重複 每一天 你看他們可以我買這一件 你看他們可以我買這一件 每一天都買 然後他就是差不多半年 都會打肉毒感覺 然後呢 打一打呢 還會去拉皮或幹嘛 去燙頭髮 染頭髮 上一個節目 真的是我們的家裡面的錢 就越來越少 那那個通告費 有沒有辦法避免他的製妝費 沒辦法 哪有 還要這裡貼很多 沒有 我還要燙頭髮 還要去給人家化妝 還要給人家洗頭 真的 設定全套就對了 全套什麼 不過現在還好 像我用的東西都不貴 可是你知道嗎 可是因為媽媽現在是明星 她前面上過通告 穿過的衣服用品 她可以網拍 不一定的啊 你怎麼講媽媽 對啊 可是自己媽媽弄那麼漂漂亮亮 自己應該也覺得很好 是很開心啦 可是就是覺得 每天看到她買衣服 就覺得火就來了 因為我自己都... 我自己都一件都可以穿好幾次啊 對不對 媽媽就... 還好她晚出道 敬業啦 這只是衣服上的 對... 這個行為上的就很難控制 我們必須要好好站起來 那個... 我爸倒還好 我爸其實他很熱衷上節目 對 當然 當然看得出來 你有什麼壓力 他壓力... 壓力就是他上節目 我怕他亂講話而已 對 然後他有一個就是像 其實我最怕... 最怕就是他 錄節目的時候遇到 不然你媽媽 他在別的節目都還好喔 他只要遇到不然你媽媽 他整個就是濕透 他就手就會知道 原形畢路 對 不然就是眼鏡亂瞄 今天就還好沒有露出什麼 我今天聽到是牛爸 那個男孩 有克制一下 來... 看不到了吧 他今天有防守 沒有... 害臭... 沒有被... 你這樣子喔 對 這就是我們的壓力 太過分 他連上那個... 大嫂的節目也都是你知道 對 眼睛都會亂瞄 應該的 男人是這樣子 這就是我來的目的嘛 看美女 他有一次啊 有一次上節目 我們遇到那個潘潘姐 小潘潘 潘潘姐 他約潘潘姐 他就跟她聊天照相 結果結束之後 他就說強 我跟你講 你看那個小潘潘 那個才叫真正的美女 你看那個小鬥雞眼 然後那個大胸部 小鬥雞眼 大胸部 多可愛啊 下次你要讓她先吃那個 鎮定屏 所以劉爸 你這個心目中美女 是鬥雞眼 大胸部 不是... 而且要小鬥雞眼 不是 小潘潘也是 我欣賞的女人 像布蘭妮啊 都是我欣賞的女人 像小潘潘 當然節目碰到她了 不是 你看媽媽媽也有來 媽媽媽不太熟 所以不熟 第一次見面 第一次見面 不能太放肆 媽媽媽也很漂亮 不用客氣 好了啦 媽媽 以後你要去AP 你可以找我爸 我爸也愛跑舞廳的 真的假的 有一次我跟我爸 就我跟我弟去舞廳 就是跳舞 在高雄那間夜店 他應該不喜歡夜店那種 他喜歡 他跳跳跳 我跟我弟在那邊跳跳跳 我就想舞池中間 怎麼有個阿伯在那邊跳舞 還帶一個那個什麼 運動的那種頭帶你知道嗎 真的假的 人家放那種嘻哈的音樂 他在那邊跳跳跳 那個阿伯好厲害喔 就轉頭看到我 好強 你先進來啦 我媽 帶一個頭到我 所以你會分開來 分開去的 他自己也在我弟 應該很紅的 都很紅 所以牛爸真的紅了 到哪裡大家都見 到菜市場 我每天早上都到果菜市場 去買菜 那全部都認識 那你面子的範圍很寬 菜市場 菜市場 馬路上 好 有一次跟那個 有一次 等於是說我 因為做生意 講誇一點 有外送嘛 一送送幾十個 有外送 有人是帶騎摩托車 停在紅綠燈 被一個汽車撞了一下 撞了一下 但是沒有給我撞倒了 那我回頭看 那個人也不下車 是男的女的 我也不知道了 反正我等了個半天 也沒下車 等到變成綠燈火火了 我就給他那個 引進板踹了一腳 踹成什麼樣 我不曉得 然後我直接 就可以到我店裡 可是我彎來彎去 轉來轉去 就等於說 叫他不要追到我 你把他甩掉 我把他甩掉 轉...轉到我大牛 轉到我店裡面 是 結果他已經在店裡面 然後再吃麵 沒有 來跟我又哭又鬧 說我為什麼踹他車 幹什麼 我說你創我 你應該下來跟我道個歉 看我有沒有怎麼樣 你都沒有 那我當然給你一腳 在那...然後在店裡鬧 我就說...出去講 就趴在地上了 所以我打他 剛好有三個警察 那警察... 媽媽你冷氣 你冷氣... 你冷氣... 警察裡... 媽媽要剪袖子 對啊 警察裡都不理他 警察裡都不理他 然後把他弄到外面 我店裡面當然也有人 會兇的跟他講 叫他出去了 不要在這裡鬧了 出去了 他出去以後 又找管區警察 管區警察來說 他說我打他 我說警察先生 我怎麼...我那麼大的男人 怎麼可能會打他 他在店裡鬧我說 叫他出去講 棒 他又爬地上 他說警察 你看他打我 打...打我幹什麼 我說警察先生 這叫打嗎 那沒辦法 因為到哪... 我不認識人家 人家都認識我 就碰到這個難題了 我跟你講 當明星就是有這個 比較... 其實講是講 我現在也不敢 對啊 媽媽在以前多瘋狂 對 因為以前不會被認出來 對... 以前誰認識你啊 對不對 打一打就走了 算了 騎著車一叫就走 對不對 對啊 而且我也不喜歡叫人家去打 我就喜歡自己 當場就解決就走 媽媽年輕的時候也是 其實我也會忍耐耶 有時候我舉了三次 舉三次啊 這三次放下來 還是要舉八二 忍不住 忍不住 那你這個寶貝女兒 有沒有遺傳到你啊 她讀書的時候有 她還沒有當明星的時候有 現在也怕認出來喔 對啊 現在不能打啦 就是我都是打那個同學 媽媽都是打那些... 爸爸... 對 就是路上的 我認識的人 我對他們很好 可是路上的人 看不下去我 別人的事我也會跳出來 接下來最厲害的布蘭妮 妳怎麼樣 妳媽媽布蘭妮這樣子 她只要從今天一回去 她就會每天 時間一到說 國光播了沒 有沒有我 然後呢 就會打電話給所有的親朋好友說 我今天去錄了國光 然後所有的人都要看 然後每個人都要抽考 你有沒有看 那我講了什麼 我那天穿了什麼衣服 如果人家講錯了 她就說 你都沒有看我的節目 然後去買菜 從第一攤聊到最後一攤 然後問人家說 你要不要送我衝 你要不要送我什麼衝 沒有的 你有沒有看我的節目 送我平衣一點 我是布蘭妮 我跟他旁邊我就覺得 然後有的時候出去 你就素顏 想說輕鬆一點 對 他就把菜市場 當作星光大露 真的 然後穿著這樣超漂亮的這樣 他說 你買菜穿這樣幹嘛 別人會認出來是我耶 我穿超漂亮 然後就有一天出去 你是那個四家媽媽嘛 對 他就這樣 非常的開心 你叫那個什麼 那個藝鳴叫什麼 珍妮佛對不對 整個 店裡面都變臉 屁屁 心好痛喔 你認錯了 這個滿像我老婆的耶 為什麼 真的嗎 他也會摳朋友啊 摳所有的朋友 就說我今天什麼...節目 你要看喔 怎麼樣 沒辦法 家裡小孩多嘛 通告又很少 所以請各節目多發我通告 謝謝 就是重心 做藝鳴就是要大方一點 要趕緊講沒關係 就比如說他在家裡看電視 他比如說看到把媽媽上節目 莎莎的媽媽上節目 然後他就會這樣 為什麼人家媽媽 就有節目可以想 為什麼我還坐在這裡 一定是你不夠紅的 他應該努力一點 怪女兒 然後就被罵了 好 你們的爸爸媽媽 常常上談話系節目 所以重要就是談話 對 講的話有沒有 讓你們曾經很尷尬過 前陣子不是那個陳萬希 那個玉兆嗎 是 是 就很火紅嘛 我爸爸也是拉著我說 想要 那個陳萬希是誰啊 我說香港一個很帥的 那個男明星啊 他那個什麼玉兆 我看了 那你算什麼啊 我跟你講 老爸在二、三十年前 那時候是網路還不紅喔 如果那時候有網路的話 我跟你講我比他屌多了 我跟你講 你在節目上講這個 他節目上講這個 講完就算了 他說 我說老媽... 連你媽都跟我拍過 我你媽很開心耶 你知道從那一次啊 那一次回去之後 我每次看到我媽 我都... 心裡就 老媽你也玩這一招啊 你不然那時候就玩自拍啊 那時候自拍 然後當他有色相的時候 他一點都不會不好意思 好不好 這人之常情嘛 這個當然是... 當然很多人都有 只是不講了 像康哥啊 孫子哥啊 一定也有只是不講 我們沒有 每天 不管是夫妻男女朋友 在床上光玩那一套 也沒什麼意思 玩久了 當時就來點花樣啊 自拍啊 那個... 招相機弄起來自拍啊 然後或者是 給女朋友 給老婆這麼照相 當時幫你沖洗照片的照相館 那我在那兒守著 沖洗照片 當場快衝 對...他那個叭叭叭叭叭 他在那兒 剛剛開始是那個底片嘛 底片 對... 他也看不清楚啦 那我跟他講 他弄完然後洗出來之後 叭叭叭叭叭 我自己在那兒收 自己在那兒收 就這樣子 不是 那你講沒關係 不要講到老媽嘛 講到媽媽 不是 沒有老媽 那他怎麼拍 他多啦 要有個女主角啊 他女主角很多 在台北也拍過 這高雄... 不要... 高雄比較高亮的那個 像那個賓館啊 賓館的房間比那個... 飯店的房間高亮 那玻璃啪啪啪啪 整排的 他一照起來真美啊 過癮 還真美耶 掌頭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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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只有我爸而已 我不是這樣子 那是他不是我 好... 媽媽... 媽媽還好啦 比牛爸太好了 就是媽媽就會... 工作不講啦 對 工作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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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保險櫃裡面 寶寶就有 還有... 這個媽媽還好 他不太會 在那個上電視的時候 不太會講 只是他有一次就是 講了開心了 所以他就一直講 他以前就是男朋友 就是...就上百個 然後... 那個... 他有什麼 就是結過三次 他全部都講出來 然後我就一直旁邊說 媽 不要再講了 然後我就大冒汗 那玩的... 然後就是又說什麼 他有打人啊 什麼事情 他全部都講出來 然後想說 那我還有第一次 聽到的故事都有 就是他... 對 沒跟你講過 但是在電視上講 電視上講 所以就還好啦 那他... 我跟你講 最近我講一個新的故事 給他聽 就是我第一個先生 他是個酒吧 然後一天到晚 在那邊丟來丟去的 就是講說 他要死啊 怎麼樣 那時候我大的女兒 什麼叫丟來丟去 就是... 丟... 對 台語丟來丟去 然後他就說他要死 我就叫我大女兒 我大女兒六歲 我跟他說 小青 去買老鼠藥 他就到西藥房 去買兩罐老鼠藥回來 那他喝酒了 我就把他倒進去 我說喝 我... 我弄到他嘴巴 我喝 他起來 他說 好喝 你比迪音強 不是啊 他們叫你喝啊 我確定 你真的比他強千百倍 為什麼 哪裡 這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這個... 這是言行的一致 對... 有的那個女孩子恰美 有的只敢講一講 對... 這個厲害 真的會去行動的一個嗎 對... 新女性... 新女性 新女性 又加深了我不要結婚的一個 那這個我們思佳 其他人然後都是先自己的底 對不對 可是他都是先我的底 我很常跟他上節目 然後去... 上了節目的時候 要看那個Round Down 他怎麼講我這件事 可是他沒有跟我講啊 然後所以我都不知道 然後他每次跟人家 通過嘴到半天 然後就像... 就像他們就會問說 那思佳有沒有什麼事情 然後怎麼樣這樣 然後他就把我的底牌 全部都掀光 例如... 例如講了什麼 比如就是... 劈腿嗎 對啊 劈腿 有的沒有的啊 不是 妳也劈腿喔 不是 我劈腿 是我被人家劈腿 那女兒被... 女兒被人家劈腿 就是夠淒慘了 慢慢在電視上講 不然她是因為妳講 我才知道的 對啊 你看 她表示我女兒 不會去劈人家腿 我女兒是死章如衣 對不對 可是我家教很好 那妳幹嘛消費我 那不然妳... 我也很想劈腿 問題我沒得劈啊 有機會 我打了... 握手 在旁邊等 妳一直點一下 旁邊 想噴... 那不然妳今天要不要為了 狗光幫忙忙再構陷一個 我怕她回去砍了我 我就沒通過... 不會... 王思佳今天跟誰在一起 她今天跟誰在一起 我不曉得 她現在怕我破壞 她說我都搞破壞 她說我不平衡 她好不搞破壞喔 我只要交男朋友啊 她沒有一個是喜歡的 真的嗎 因為她眼光沒有我好啊 對不對 好啦 放眼圈內 妳覺得哪一個配得上王思佳 我覺得七哥啊 不... 康哥 康哥 康哥喔 康哥 我知道你愛一個女人 你會愛很久 對 然後會死心態 那你就不知道了 我跟你講康哥 被騙了 前兩個禮拜才跟他車陣 屁 為什麼沒有這麼想的 你不要亂講啦 拍戲 在彩虹公園 一江四台 你做得好了嗎 什麼 你都沒先問我好不好 對啊 就放 不是 因為你知道 他很奇怪 他就是那種很愛跟 然後又要在那邊 嫌東嫌西的人 然後沒有一個是他喜歡 那我就說 我找男朋友是我喜歡 不是你要喜歡的 你又不可能再去嫁第二次 你懂我意思嗎 我也很想認真 問題找不到等一下 你看 我問一下你們 你們會最怕你們的父親 去節目上聊什麼樣的話題 聊什麼樣的事情 對 感情 就聊你們的感情 對 有聊過嗎 有主持人有問過 可是我就是一直汙他嘴巴 我爸常常會在電視節目上講 我跟我女朋友怎麼樣怎麼樣 的情形 然後他不喜歡我那個女朋友 他就會講出來 然後當我的女朋友 在節目上看到的時候 他就會說 你爸怎麼這樣講我 你爸你在節目上講過 他們女朋友的情形嗎 以前的女朋友 他當然他帶的女朋友 都很漂亮 我當然都喜歡 當然老爸同 你喜歡幹嘛 我喜歡就好 我都喜歡 不是說都長那種 不是這個喜歡跟那個喜歡 你要講認同 你要講認同 都認同 其實唯一就是說 我有的時候他帶女朋友 像女朋友就是 陳爸長 陳爸短 很有禮貌 我喜歡像這一種 還有就是說像那次就是他 他弟弟 還有他幾個表姐 什麼我哥哥他們一起吃飯 是 吃飯 他弟弟的女朋友 是沒事加菜給他 給他弟弟吃幹什麼 他女朋友是他在那 伺候他女朋友 那他女朋友沒事跟他講講話 還啪啪一巴掌一巴掌打他 不是 那男女朋友 就是相處情形是不一樣的 那我跟他看了 當然總是那個打 看似怎麼打法 假說是 打情罵俏無所謂 打情罵俏的無所謂 可是那個打我感覺 想去還是想氣的 想講就一巴掌 沒有 他也是很怪事 當然看了我就 不舒服 對啊 當然 自己兒子自己女兒 被人家這樣子 當然總是自己心裡不舒服 那上次就節目講了 他就說我亂講話幹什麼 你為什麼要上節目才講 那總是要給那女的面子 我就跟他講 什麼面子 不爽你就要講 你很喜歡當場起衝突的感覺 對啊 你在幹嘛 有話直說 對 那這樣子 志強就覺得 他就講說亂講話 不應該講 但他女朋友 我講我也沒講 是哪一個人的 不是啦 這私底下講給我聽 OK 但你知道女朋友看到 或是他的家人看到 就會覺得說 沒你笨 你幹嘛對號入座 又不是你 那更慘啊 那表示你有好景 可見你看 那就是他女朋友會做這些 要不然他女朋友 怎麼會講這樣子呢 對不對 他教女朋友 當然他是很專心 他對女孩子很專心 他今天認識你 他不會找第二個女孩子了 像老爸這個樣子 今天有女孩子 給他還是要 對不對 那他是認識一個 他一定死心塌地的 女朋友把他摔了 他會哭 抱著媽媽 狗跟康哥一樣 跟康哥一樣 康哥對不對 他會這樣子 像我們是 我都先講明 他要合在一起 不合 你不會 不要來煩我 好聚好散 對 好聚好散 他不是 那女朋友甩著他 好 可以了 好 一隻流淚 我現在想 以後那個演藝圈 哭這個字 也不用打字 就打我的臉就可以了 我已經快變成 代表哭這個符號了 我代表 我很多天沒有哭了 很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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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講出場 所以因為那件事情過後 你在上節目 自常就有沒有提醒你說 你不要再聊 或警告 剛剛看那個腳本 他又講了 你又提這個事了 對不對 人家有什麼就提什麼嘛 對不對 有什麼 剛剛就在講 你又提這個事了 我說我沒指名道姓嘛 是誰對不對 誰會做這種事 他自己心裡有說了 沒錯 三位苦主 你們覺得 你們的爸爸媽媽 現在有沒有比你們紅 我也是跟我爸去吃飯 我們也是一家人的吃飯 然後在一個飯店裡面 然後一個服務生就這樣 推著車子這樣走來走去 在整理嘛 結果他突然去看我們這一座 我就坐在我爸旁邊 我爸坐這... 他就一直看著我爸 然後他就說 你不是那個... 那個名... 他還叫不出我的名字 那個名模的爸爸牛爸對不對 你抬頭看 我還跟他點個頭 他從頭到尾那個服務生 眼睛沒有看過我一眼 他就一直跟著我爸講話 我聽你那個聲音 我就認出 你那個聲音真好聽啊 你好紅 你好帥 你本人好帥 從頭到尾沒有看過我一眼耶 那個服務生男的女的 女的 幾歲 大概像布蘭妮跟媽媽這個... 當然啦 在這個年紀的 然後就一直想... 然後我爸就說 我兒子就在這裡 對...你好帥... 就一直跟著他講話 也不跟我講 也不看我 所以我就頭一出 弟弟一直吃飯 我想說算了 不關我的事 算了算了 對 我就感受到他... 他就是知名度 你會覺得悶 有一點點嗎 悶 可是他是你爸耶 但是... 他是有一點啊 他在演藝圈的人是我晚輩耶 對 對啊 感覺有一種就是被... 就很奇怪的感覺 後讓推前讓的感覺 所以你... 不然你也給你這樣感覺 不是... 就剛剛在化妝間耶 然後媽媽媽就還在跟他講說 我們已經有年紀了 就偶爾這樣出來 這樣上通告這樣就好 其實沒有很多人認識我們 人家在講場面話給他聽對不對 他就這樣 就在那裡面就這樣講 然後我抓到後面我就這樣 我覺得是你現在你就這麼的 你知道這種... 這種大大大就很敢講 然後他在外面 然後他也是啊 出去外面 他都走在最前面 然後就別人講到他... 譬如說別人講到我 你女兒呢 就完全把話題扯到他身上 而且你知道他現在就是 一直就是... 他覺得他可以單飛 他就一直覺得 就是可以跟我拆火 所以他想拆你的線就對了 他不是... 我跟你講他不只拆我的線 他還就是那種 譬如說要去上通告的人 那假設說今天是我... 今天是我休息 然後他要上通告 他就會這樣 聽說我今天有通告耶 你好像沒有紅 不好意思 我現在比你還要紅 我就出門了 我只是想說 他算那一天可以休息 可是還被羞辱 我看自從嫂子團之後 現在可能要有媽媽爸爸團 對... 對不對 那個吃飯或是逛街的時候 就是有時候就說 然後我想說又來了 然後因為我哥媽媽逛街 然後啊... 然後我就... 你好這樣 然後他就說媽媽媽 就直接過去 然後我就直接走過去 然後我還跟你打招呼耶 然後他就一直跟媽媽 就說對啊 媽媽拍照 然後媽媽就很開心那天拍 然後...而且媽媽很做作 他在...我跟你講 他現在這個樣子是做作的 對... 現在還沒有把本性拿出來 然後他就一直很做作 做完之後 然後他就看我一下說 Makiel剛剛那個人好喜歡我 怎麼會這樣 我跟你講 不是做作 這叫裝人 裝人 對 因為媽媽媽通常在家裡的時候 他不是人 他真的很可怕 他是會變成什麼 他是...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機車的一個人 對 所以我也很害怕說那些觀眾啊 就是假如碰到他什麼 被他嚇到 對 被他嚇到 就怕你媽媽會兇或者是 媽媽會什麼 就是會不會... 媽媽照相... 照相然後馬上一轉頭 被追了 抓我 這樣 就很害怕啊 沒有啦 不會 然後很多人都說 Makiel 我跟你講 媽媽現在比你紅啊 就會講這種話 然後... 好啦 那你們三位覺得 自己爸媽 最有藝人特質的是哪一個部分 現在已經是明星了 難搞 難搞 最難搞 因為我剛剛一直想說 媽媽還好是很晚出道 如果她很年輕的時候出道的話 她是史上最難搞的藝人 因為她要請她自己專屬的化妝師 還有髮型師 造型師 然後還有一些... 還有內容啊 全部都要自己專屬的 還有一下 隨時要追... 給別人逃的 對... 她最難搞的 她一定是就是頭髮一根不對 她就會發脾氣的人 她會直接叫人家換掉的那種 媽媽有跟你聊過 有心要走演藝圈 你覺得她適合主持唱歌還是演戲 她有一次啊 就是年輕的時候 她就一直炫耀到現在 她就說 我跟你講 有一個香港的導演要... 兩個 兩個 妳少講一個啦 對不起... 有兩個香港導演要找她 去拍電影 然後我就說 我不想去耶 她是跟我講說 她為什麼要跟她上床 要跟她... 因為她就覺得說 以前的時代都是跟導演上床 一定要有付出才能有這個 什麼東西啊 老爸 你不要上節目 你去當導演啊 對... 點頭來了 你怎麼點頭啊 對啊 她就很害怕 布蘭妮 她完全沒有這種困擾 可是我要跳角色喔 我跟你講 她一次非常的不要臉 她陪我去拍戲 然後那個 因為她每天都跟我 然後結果導演就說 那個什麼媽媽 那妳要不要來幫我 就是客串一個角色這樣 那一般人一定都想說 不好意思然後什麼的 沒有 她第一句話就說 她要客串一個角色 然後她要有特寫 她不要拍廊秀 不要拍背影 不要拉背影 她要有特寫 那當然你要演一個... 那個背後 你知道幹什麼 那我幹什麼 不要演了對不對 不是 她這樣要求是對 她不這樣要求 她以後蔡市長怎麼走 結果就來 那個背後那個是不是我 你這樣 這邊我也要謝謝王思佳 對 你跟我演戲那幾天 好久沒帶他來喔 不然我們煩死了 來 那我們也... 不是... 如果拍了 這場戲演完了 把它繼續結婚... 不是結婚啦 我演得這樣喔 結婚 好啦 我們也要 也要給布蘭妮一個特寫來 這一個鏡頭 對...OK 預備 請 美女不好的 正點 自然... 你爸爸在幹嘛 你爸爸... 想... 我來講 還好我今天有準備比較高一點 想奔 你這樣子 我回去很難跟我爸交代耶 上一次我們來上的時候 應該就已經回去很難交代了吧 沒有 我叫他爸爸出去買東西 這種我們年輕的時候 叫他老不死 他現在就是老不死啦 沒有 我爸就是他很喜歡這個圈子 我也是問他說 老爸你賣牛肉麵啊 跟進演藝圈 讓你選一條路 你要選哪兒 廢話 當然演藝圈啊 你錢賣我最一天到來都要美女 誰這個...誰不想要啊 你好不好 我跟你講 誰不想要 因為很多美女是真的 但錢真的不好賺 不是... 他真的無所謂 你看 他是要費而已嘛 你知道他每次上通告 他從高雄坐高鐵來台北 然後再錄完 他馬上又要坐高鐵回去 通告費有時候 有時候節目只給一、兩千 他也甘之如矣 他覺得很...很開心 結果還被罵了耶 有節目說給我兩千 對... 我說 為什麼跟他講... 結果跟他講 他又跟伊林講 講了就說 叫我不能這樣子 什麼會打... 打壞行情啊又幹什麼 前一陣子又有一個人 四十歲以上的PK賽叫我去 我說好啊...去啊 結果他們被他阻止 他們也阻止 他們伊林模特兒那麼漂亮 去唱歌一下就被打下來了 所以你去的話 不是也是一下就被打下來了 那整個節目看不到你 一下子就沒了 那你不要來了 那我是說我最起碼 歌還能唱一下啊 對不對 牛爸去酒店要多點幾小姐啊 不用點都過來了 不用點就都過來了 不用點就都過來了 那你紅了以後這個 去喝酒的時候 會希望多一點小姐陪你 我不希望 不希望 這一去就是一兩萬兩三萬 要花錢 一去就一兩萬兩三萬 因為不好意思 叫了你不叫他 對 然後來了之後 牛爸 我電視看到你了 看到你了 好 坐... 經常我不騙你 做九個我一個人 我趕快打電話給這個朋友 給那個朋友 叫個五六個朋友 我請他們 是...對不對 我一個人也要花那麼多錢 我叫那麼多人 還是花那麼多錢嘛 所以說趕快打電話求救 現在到舞廳 好幾個舞廳一看到 我說財神爺來了... 這個牛爸真的好不對牌 因為現在不景氣 真的 舞廳現在夜夜蕭條 唯一不蕭條的就是我大牛 生意成長有三倍以上 真的 我覺得 就是因為上節目帶來的 上節目帶來的 而且你們所有的那些照片 都是不要貼在那個牆上 真的喔 我們裡面還有我們的照片 這幅店的聲音不錯 來 先把牛肉麵弄出來 來 希望你們有空 能到高雄去 現場吃是最好的 今天是帶來了 這麼帶來了 這個蔥白菜擺下去 烏也烏不好 所以說梅哥蔥 梅哥白菜 是 了解 可是喔 你... 冷靜 很好吃 希望你們嘗嘗 這是我大牛的牛肉了 牛肉... 來...分一下 好吃耶 來 那個... 希望馬爸和馬爸吃牛肉 吃了牛肉生才會好 希望我可以懂不懂吃 布蘭尼的你拿去 應該誰拿去 牛肉麵 這真的拿回來 第一天專會啊 先不要吃... 是不是... 可以... 是不是 不會怕你小 你要夠... 布蘭尼多一塊 不能吃牛肉 媽媽不吃... 不吃牛肉 謝謝 這碗比較多 好貼心喔... 來... 來... 謝謝 牛肉 牛肉 除了牛肉麵還有牛肉乾 還有牛肉乾 都是這麼大塊 你自己做的嗎 顏色又漂亮 沒有 是我挑的肉 然後委託人家做的 OK 他這樣子 在節目上這麼愛線 愛講之餘 你會不會有困擾 其實他在節目上愛線啊 講一些我都覺得是OK 但是有時候私底下跟他出去 有時候會很受不了 有一次我跟他騎摩托車 我們就錄完飲 騎摩托車去吃宵夜 我們兩個沒戴安全帽 因為就在旁邊而已 我們騎著摩托車 然後就剛好警察後面跟上來 就我們攔下來 所以就駕照醒照 沒有戴安全帽 然後就看我們兩個 你們是不是有喝酒 沒有 我們真的沒有喝酒 他可能臉紅紅的時候 沒有喝酒 結果我爸就開始 阿瑟 我跟我爸 我跟我兒子 剛剛去錄影錄完而已 我錄那個什麼 康熙來了 我們那個 一直想... 然後那個警察就看一看 也沒事說 我們說我們只到旁邊 吃個宵夜而已 走... 你知道一走到那邊 一坐下來 你看 剛剛還好有我啊 還沒認識我啊 要不然就完蛋了 一個單字就開下去了 我一句話都沒講 在路上 真的 他現在講話都有一種 他是個大明星的感覺 有沒有 也不是說大明星 到哪裡去 人家女孩就說 你比你兒子帥耶 你年輕的時候 一定比你兒子還帥 講到回去... 你不是講真話 他真的實話 我年輕的時候 真比他帥多了 趕緊帥 你一下也很帥啊 現在不行啊 眼泡都出來了 老了 頭白白了 不管怎麼說 這個牛肉 讚 這牛肉等一下還有 等一下分著吃 牛肉飯也是分著給大家 謝謝你們 謝謝... 太好了 好 既然這個難得 你們共聚一堂對不對 那給你們一個小小的平台 你們有什麼話 對自己的兒子說嗎 不要 我好緊張 超緊張 你們幹嘛 為什麼緊張 平常太不孝了嗎 不知道他要講什麼 驚人之語啊 對啊 那我們就期待嘛 我們講還比較安全 對啊 至少我們知道 底線在哪裡的人 反正已經是苦煮了 就不差了 對啊 超過底線可以修的嘛 真的 來 其實我對他沒有什麼話好講 沒什麼話好講 沒話可說 更慘 對 更慘 沒話好講 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他還滿好的... 你覺得他現在狀況OK OK啊 都OK 那就好 一切都很好 是不是 多好 馬克風也滿乖的啊 他非常乖 對 那我們接下來的丁丁 我們史上最英俊瀟灑的牛肉 有什麼話要對陳丁丁 加油... 老爸希望你能像 康哥 孫哥 屈哥以後 這麼紅 就行了 好不好 好 然後這句話是對你們三個講的 真的 OK 這還是不要講得好 爸爸對你還是有期望的 很好 但以後...對不對 女朋友要跟講好 照爸面前要叫叫 不要動手 對 不是 問題是 他的女朋友也都對他動手 為什麼不太講 那我們做小孩的就不能講 對... 以後女朋友要動手 不要 要動腳 在下面踢踢妳就好 免得老爸又仗義職業 對不對 你又中天難做人嘛 我會教... 好來 接下來是我們台灣的布蘭妮 有什麼話要對自己兒女說呢 我希望他眼光能夠好一點 挑男人的眼光能夠好一點 不要老是挑到那種 會劈腿的 你看... 我也是很怕我 我爸很會講的眼光 這個... 眼光好一點 他挑的都是劈腿 他都被劈 等一下 他有多花心 你難道不知道嗎 你是當他的愛的時候 我覺得他是... 問題是他那麼多個 他就只愛那麼幾個而已 那機率也太小了吧 不了解吧 就是了 你是怎麼樣 要不要大家了解你一下 對 要不要講一下 馬金人的眼光是什麼眼光 我們改天做一集 你們就知道真正的小康 是什麼樣的小康 真的假的 我要來... 我也先放你 對啊 反正今天看到你們這鄉主 這麼融洽 其實也沒有... 也不會去比誰比誰紅嘛 對不對 只是說這是一個 讓觀眾知道 自己爸媽的另外一面嘛 對啊 對不對 而且我也認為就是說 這個牛肉對不對 是在這邊 那我們就讓單身害 今天打包回家 我們一邊吃完 屁嘴 剛才被錄的時候 他已經跟製作人說 不管 我今天要打包 我單身害 我全部要包回家吃 要的 我們製作人更扯 不要 我也要包回去 講到嗎 康哥回來弟子給我 反正你們這個弟子給我 昨天真的是有美國來的同學 喝酒喝了 從下午一直喝到晚上11點 我本來是來的時候 我要做那個大的金頭 就箭子兩頭 金頭帶肉的 半斤半肉的 那個你們吃得真流口水 我不騙你 好 到友台去送給他們吃的 都說好吃 弟子給我做好 好 我用宅配來給你們 謝謝... 因為我店裡有宅配嘛 像台北 花蓮 好 都有跟我訂的 那節目的最後呢 重點是 牛爸 你要好好表現一下 你有什麼話要跟布蘭妮講 對... 還有這個 你想 手不要開 你看那個手 牛爸... 我們給你一分鐘的時間 太久了吧 我又碰面了 我每來的時候 我就心裡在想 會不會碰到布蘭妮啊 我最欣賞的布蘭妮 真的 達到我願望了 真碰到你了 你是我最欣賞的女孩 騙人 剛剛說小潘潘 沒有... 我呢 我算什麼呢 我不相信你到高雄 只要是同學 同事 別人就想說 這些女孩子你最喜歡誰 我馬上就指著你 你是把頭按著 沒有...我都是布蘭妮 這布蘭妮是我最喜歡的女孩子 你看多漂亮 那兩個胸部 挖操 我... 因為... 我最欣賞的 不對 不是 你是Makia 我說這兩個胸部 那麼的美 沒有... 可是這個也是小男 我不能 因為他... 因為我兒子還小 我不行 要追女孩子要追... 追他的話 我會有補罪惡感 這叫康哥啊 孫哥來追 可以年紀 這期時間喔 還有十秒鐘喔 因為我已經六十歲了 現在就說 會不會講... 就想說... 就想怎樣 還能怎麼樣 禮貌一下 我的頭好... 不要聽... 天心耶 你把媽媽當什麼 那麼漂亮的女生 你為什麼不抱她笑 不是... 要情有所忠 要喜歡一個 不能再喜歡一個 到時候又說我花心 你已經抱屁了 是你的抱屁了 真的 我真的失敗耶 不是 回憶一下 那要怎麼回憶啊 等一下... 為了避免那個... 他們那個小孩子瘋掉 我們趕快把它結束掉好不好 OK 太恐怖... 好啦 今天謝謝各位家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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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